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如何在SPSS里面进行统合分析 在这支影片里面会跟各位介绍如何绘制森林图跟漏斗图 我们所要介绍的是数字资料的统合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的资料 第一栏是study study就是研究的命名 我们有试篇文章我们是以作者名来做命名 第二栏是发表的年代 第三栏total1指的是experimental group 也就是实验组的总样本数 min1指的是实验组的平均值 sde指的是实验组的标准差 totalc是对照组的总样本数 minc是对照组的平均值 sdc是对照组的标准差 cov是我们要作为subgroup的分类 1是第一个subgroup 2是第二个subgroup time to treat指的是数后到接受治疗的时间 那这边第一个是一天 10天 14天 14天 time to treat这个变相 是我们要作为meta regression的一个变相 我们可以开始进行分析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分析 那我们从这个analyze进来 我们找到meta analysis 那我们的资料是continuous outcome 那它的资料形式是raw data 那进来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左边就是我们的变相名称 那中间这边 它分为两组treatment group 就是实验组 control group对照组 好 那它要输入的资料是样本数平均值跟标准差 那最下面就是study id 好 那我们就一一的先把它输进来 那这个是实验组的study siz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然后对照组的study siz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ok 那这个study name就是我们的study id 好 那我们今天所要用的这个effect size的指标就是coherence d 好 那我们选择的model就是random effects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criteria的部分呢 好 那我们不需要进行修改 好 那在analysis的部分 这边会有一个subgroup analysis 然后我们要所做为subgroup analysis的分类的标准 就是我们cov的这个变价 另外这边也可以做一个cumulative analysis 那这个cumulative analysis 那这个cumulative analysis 一般来讲我们会用年代来作为排序 所以把年选进来 那我们continue 好 那在这个inference的部分呢 就是它分析的方法 一般来说我们会用这个maximal likelihood 或者是这个dl的这个方法 好 那我们先选这个dl的这个方法 好 好 在bias的部分呢 你可以做egers regression 好 那去看一下是不是有显著的publication files 好 treen and fill的话 我们先跳过 在print的部分呢 就是你可以 请它帮我们把它显示出来 我们要看看 通知性跟意思性的指标 那另外呢 每一个研究的study size 我们可以把它列出来 好 save的话 我们跳过plot的部分 就是我们绘图的一些设定 那我们主要的就是要 绘制这个forest plot 那我们请它 显示 effect size conference interval 跟weight的部分 好 那 另外呢 就是标注的部分呢 我们请它把通知性 一直性检测的结果 我们把它标注出来 另外呢 那我们也会请它帮我们绘制一个 无效果的参考线 好 这就是forest plot的部分 那接下来看到这个 cumulative forest plot 那一样我们也是画这个 cumulative effect size confidence interval p-value可以不要 那这个 接下来就是bubble plot的部分 这个bubble plot 主要就是要请它 帮我们做一个metalligation 那它有一个predictor的部分 那我们在这个范例里面 我们用的是这个time to treat 这个变相 另外呢 你可以在每一个研究上面呢 做一下标示 那我们会用study name 来做为标示 ok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要画这个final plot 好 一样呢 我们也是把它 用study name 来做为标示 好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 好 continue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分析 好 所以我们的结果出来了 首先你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是我们所选择的一些指标 跟分析方法的一个summary 好 那这个是effect size的一个整理的结果 那这边有分别是subgroup1,subgroup2 跟overall的effect size 那这个overall的effect size 是-0.185 那它的confidence interval 是从-0.469到0.099 那另外这边有同直性 一直性的一些指标 像是i2 那另外这边他帮我们做一个eager regression 那整个看起来eager regression 就是他没有达到显著 他的p值是0.612 所以呢 他在这边是没有显著的publication bias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vorace plot的部分 那第一个绿色的菱形 代表的就是subgroup1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第二个绿色的菱形 就是subgroup2的结果 那这个第三个菱形 就是overall的结果 所以这个overall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这边 是-0.19 那它的confidence interval 是从-0.47到0.10 那下面这个就是curative forest plot的结果 那它是用年代来作为排序的依据 那另外呢 这边bubble plot 那它基本上就是做一个meta regression 那它的x轴就是time to treat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predictor 那最后一个就是final plot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它并没有明显的不退称的情形 那我们的讲解就先说明到这边 我们的分析里面有用到一个regression 那我们做一下补充说明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meta analysis里面 它是不是有可能的publication bias 我们可以利用final plot 来检视是否有publication bias 如果像上图一样 它是呈现较为对称的情形 那它可能就比较没有publication bias 如果是像下图一样 那它有较为显著的不对称 那它则可能比较有可能会有publication bias 那如果我们要针对final plot的不对称性来进行检定 我们可以利用eager regression 那在这个eager regression里面 我们会得到一个p值 如果p值小于0.1 则代表它有显著的不对称性 也就是有可能有显著的publication bias 感谢您收看这部影片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或是收看频道上的其他影片 那我们也会不定时的上传一些 关于统计分析的一些简单操作 跟讲解的一些内容 谢谢您